在全市深入开展打撕黑除撕害打防管控一体化专项行动中 海电分局按照市局部署积极开展打击整治工作 查处了一处专门制造假冒三星牌西谷的黑窝点 前不久的一天根据群众的举报 中关村大街派出所的民警前往苏加陀的南安河村 都隐藏在村内的一只专门制造假冒的三星西谷的窝点进行查处 这是一栋简易的两层小楼 一楼的客厅里到处都堆放着已经包装好的打包装箱的三星牌西谷和惠普牌西谷 经过清典共有600个 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这些全都是假的 像这种花痕什么之类的 新的应该肯定没有 在村子的另外一端 民警找到了这个家三星牌西谷的制甲工厂 这个工厂坐落在山脚下 平时大门紧闭 周边几乎没有人来往 据工人介绍 他们先将回收来的废旧西谷经过清洗 风干 然后手工换装西谷粉末 随后再用玻璃胶封好 用工具往里填充各种螺丝 组装完毕后贴标装盒 这些原本应该是机器来完成的工作 现在却成了纯手工 根据相关的出货单反应 这里每天最少能出库200个以上的假西谷 王某就是这家公司的法人 看见警察上门 他一口咬定 自己销售的都是正牌三星产品 但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 储存在这里的西谷 正是那些手工作坊的成品 以前我是做的是正经生意 全是原装生意 最后到现在生意不好做 经过调查 王某公司的货物 就是从这个手工作放进的 民警算了一笔账 回收一个旧西谷 只需要40元左右 经过简单的教工贴标 并可以名牌西谷销售 其过程中 每个西谷净赚至少200元以上 查获的假冒名牌西谷 涉案价值达70万元 目前 嫌疑人王某、李某等四人 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